刘鸾雄与吕丽丽君的女儿刘秀莹迎来22岁生日 刘秀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庆生的照片 照片一如既往的没有其他人现身 看不到吕丽君 也看不到她的弟弟 就更不用说刘鸾雄 事实上 在场的应该有吕丽君 还有弟弟刘子峰 刘鸾雄是肯定不会在场 这一点是无需质疑的 而刘秀莹如今对家人也保护有加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晒出与母亲的合照 想必也是不想引起太大的讨论 终究吕丽君至今仍然是话题焦点 刘秀莹晒出的生日照看起来就很单一 不过从背景来看 其实她也举办了一个生日派对 规模不大 该有的仪式感不少 在刘秀莹的身后 有一个专属定制的气球 气球上写了刘秀莹的英文名 这个细节就是有心思的体现 生日蛋糕也是特别定制的 蛋糕的外层用了有五线谱图案的翻糖包裹了起来 蛋糕的上面摆放了四个小提琴造型的巧克力 显然就是因为刘秀莹喜欢弹琴 又热爱音乐 所以才特别定制这个蛋糕 刘秀莹当天穿了暗红色的连身裙 对着蛋糕双手交叉紧握地在许愿 她把头发给扎了起来 梳了两个小辫子 看她的样子一脸满足与开心 而在过生日前夕 刘秀莹还去了西环的码头欣赏日落 也算是为生日增添一份乐趣吧 只见她在能够看到里岛的码头刘莹 远处是离岛与夕阳 景色美极了 整个氛围好浪漫 刘秀莹已经22岁了 就当下的样子来看 她绝对称得上是刘鸾雄四个女儿中 长得最像刘鸾雄的一个 刘秀莹小的时候 与现在的样子并不是很像 小的时候更像吕丽君 长得乖巧可爱 不过女大十八变 越大就长得越像刘鸾雄 尤其是眼睛以下的部分 眼睛像吕丽君 鼻子嘴巴以及外在轮廓 就像极了刘鸾雄 妇女俩犹如倒膜一般 根本就是女版的刘鸾雄 可惜 这个长得最像刘鸾雄的女儿 却与刘鸾雄的妇女关系梳理 已经有十年之久 没有与刘鸾雄生活 就连日常的接触都极少 谈及前因后果 自然是刘鸾雄与吕丽君的关系有关 2014年之前 刘秀莹是刘鸾雄最疼爱的女儿 那时候正是吕丽君做女主的时候 刘鸾雄下班回的是吕丽君的家 陪伴的是刘秀莹 一度把最好的 最多的都给了刘秀莹 包括房子 宝石 游艇等等 后来随着吕丽君与刘鸾雄的关系恶化 并且在2014年分手 刘秀莹与刘鸾雄就分开生活了 直到如今都是如此 刘鸾雄并非狠心 对于吕丽君所生的子女不闻不问 只不过他对吕丽君一直都过于防范 不想与吕丽君的任何一切沾上便 换言之 他担心吕丽君利用两个子女接近自己 所以 严两个子女也甚少接触 只是做了作为父亲应该尽的责任 包括提供豪宅 豪车等一切生活相关的所需 因此 这十年来与两个孩子的接触 可以说非常少 更多的 还是陪伴了与甘比的三个孩子 不管怎么说 刘秀莹对于刘鸾雄 依然还是有较深的感情 毕竟童年的时候 也是有父亲的相伴 而她这些年来 也曾经在父亲节或是特定的日子 公开表白刘鸾雄 试图化解父女之间的不和 增进父女感情 坦白说 效果其实是有的 刘鸾雄这几年 也曾经在刘秀莹跳芭蕾舞的时候 送过花篮写上祝福 也陪伴过刘秀莹逛街 但能做的 大概也就如此了 总之有吕丽君的场合 刘鸾雄是不会出现的 那么刘秀莹过生日 节庆也就不可能与父亲同况 回头来说 刘秀莹如今的生活富足 除了父爱 应该也是无所不缺 22岁生日的时候 她没有留下太多的感慨 只是表示生日充满欢乐 反思和感激之情 邀请我们迎接新的旅程 所以感恩 是她生日的主要旋律 刘秀莹如今与母亲 弟弟 住在白剑石道的超级大宅中 大宅楼高两层 有花园 有泳池 市值十亿元 别看她年纪轻轻 她已经开始创业 因为喜欢跳芭蕾舞 于是萌生了 开设舞蹈学院的想法 2024年就在黄竹坑 开设了面积8000平方尺 约合744平方米的舞蹈学校 进行开班授课 这个学校应该是刘鸾雄出资赞助的 毕竟以吕丽君当下的财政状况 根本无法负担这个费用 总而言之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22岁的刘秀莹 早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生活中什么都不缺 发展还呈现出多面相 在大学就读建筑系的她 即将要毕业了 未来她可以成为建筑师 从事相关工作 也可以专注打理舞蹈学校 更可以继续读书深造 不怕没有出路 不过 若是想要到华人置业工作 可能性就不是太大 毕竟刘鸾雄 没有分产给她与弟弟 而她与弟弟 也不在刘鸾雄家族信托基金 受益人名单中 22岁富豪千金生日派对 上演父爱消失术 刘鸾雄女儿刘秀莹的奢华生日背后 竟藏着这样的辛酸真相 这次生日 有鲜花 蛋糕 气球 甚至还有浪漫的日落 唯独缺了最重要的那个人 爸爸 刘鸾雄的掌上明珠刘秀莹 迎来了她的22岁生日 可这个本该欢声笑语的日子 却显得格外冷清 没有记者的闪光灯 没有明星云集的派对 更没有那个 曾经把她捧在手心里的父亲 刘秀莹的生日照片里 只有她一个人的身影 背景里 定制的气球 写着她的英文名 蛋糕上摆着小提琴造型的巧克力 这些细节 无不彰显着 这个生日的精心准备 可是 再精致的布置 也填不满那颗渴望亲情的心 生日充满欢乐 反思和感激之情 邀请我们迎接新的旅程 这是刘秀莹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生日感言 听起来很成熟 但字里行间 却透着说不出的落寞 刘秀莹 今年22岁了 放眼望去 她的人生 似乎已经迎在了起跑线上 她住在白剑石道的超级豪宅里 市值高达10亿元 这座大宅楼高两层 有花园 有泳池 俨然一座小型皇宫 但是 这个小型皇宫里 却少了最重要的那个人 她的父亲刘鸾雄 10年前 刘鸾雄还是那个对女儿百依百顺的宠溺父亲 她给了刘秀莹最好的一切 房子 宝石 游艇 应有尽有 可是现在呢 连个生日祝福都变得奢侈起来 这一切的转变要从2014年说起 那一年 刘鸾雄和李立军分手了 从此 刘秀莹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和弟弟刘子峰再也不能和父亲一起生活 刘鸾雄并非完全不管不顾 她给刘秀莹和刘子峰提供了豪宅 豪车等一切生活所需 但是 她却很少与两个孩子接触 她担心李立军会利用孩子接近自己 所以连带着对孩子也保持了距离 这种处理方式 让刘秀莹的生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 她拥有世人羡慕的物质条件 却失去了最珍贵的亲情 她住在价值十亿元 但豪宅里却感受不到家的温暖 尽管如此 刘秀莹对父亲的感情依然很深 这些年来 她曾在父亲节或特定的日子里 公开表白刘鸾雄试图修复父女关系 效果也不是没有 刘鸾雄这几年 也曾在刘秀莹跳芭蕾舞的时候 送过花篮 也陪伴过她逛街 但是 这种互动始终是有限的 只要有屡历均在的场合 刘鸾雄就不会出现 在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中 刘秀莹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成熟 她已经开始创业了 因为喜欢跳芭蕾舞 她在2024年 于黄竹坑开设了一所面积8000平方尺 约合744平方米的舞蹈学校 开始了自己的事业 这个舞蹈学校的启动资金 很可能是刘鸾雄出的 毕竟以吕丽君现在的财政状况 根本无法负担这么大的开支 这又是一个矛盾 刘鸾雄一方面与女儿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却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事业 刘秀莹的未来 似乎有着无限可能 她在大学学的是建筑系 即将毕业 她可以成为一名建筑师 可以专注于经营舞蹈学校 也可以继续深造 但是有一条路 似乎对她来说是封闭的 那就是进入华人置业工作 刘鸾雄没有给刘秀莹和刘子峰分产 他们也不在刘鸾雄家族信托基金的 受益人名单中 这意味着 尽管刘秀莹拥有优渥的生活条件 但她并不能完全依赖家族的财富 她必须靠自己的努力 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刘秀莹的22岁生日 看似平淡 实则蕴含着太多的故事 她的生活 就像是一个精致的蛋糕盒子 外表光鲜亮丽 内里却装着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她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富 却也背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孤独 这个生日 没有父亲的陪伴 没有热闹的派对 只有一个人在码头看日落的浪漫 这份独特的奢华 或许正是刘秀莹22岁人生的真实写照 豪门生活 真的有那么令人向往吗 财富和亲情 到底哪个更重要 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该如何自处 这些问题 或许值得每个人深思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